他们家乡有一个举人 中举之后一般都是去做官去 做这个现实场做官去 这个举人他是个独生子 狠孝生父 中举之后没有做官 在家里面伺候父 半根半毒 住农村里面 他住的村庄跟住老去村庄不远 两三里路不远 这一位举人 中午睡午觉做了个梦 这个梦非常逼真 他听到外面有人敲门 那么他就起来 实际上做梦 开门 见到一个人 牵了一匹马 手上拿了一封信 信上写的是他的名字 一问是不是 你是不是 他说我是 他说我们大将军 请你娶他 他马上就警觉到了 他说我一身 跟官场里头人没有往来 他说我不认识 你是不是送错了 同名同姓的人 送错了 这个来的人的时候 他说既然名字相同 你就去一趟好了 就请他上马 他骑上马之后 感觉到这个马不是在地上跑 是在空中飞行 不久呢 到了一个地方 是一个宫殿 很多人在那里交头接耳谈论 好像有什么大事要发生 他就向人打听 这个大将军是谁 人家告诉他是岳飞 他一听说岳飞 他就吓到了 他说那我不就死了吗 岳飞是宋朝时候人 他说那不行啊 我家里还有老父老母 妻子还年轻 还有小儿子 这怎么行啊 这个决定不行了 等一会的时候 祭苦将军申电了 岳飞申电 召见他 他就诉苦 他说不行 我没有办法 这个体力办事 岳飞就告诉他 他说我们这次在讨论的 是来 打这个金兵 那战争还没忘掉 要这个讨伐 金兵 他告诉他 请他来担任了秘书的工作 请他来 他说可是呢 你现在可以回去 我们出兵呢 大概在六个月之后 到时候 我再派人来去接你 你回家了 去处理后死 他一想呢 他对岳飞也挺羡慕的 反正人都要死 死了之后 能跟岳飞 做一个干部 也觉得很光荣的 所以他就同意了 见到岳飞就同意了 回来之后 这一醒过来 还是借他的这个人 送他回来 回来之后 他就醒过来 很惊讶 就把他梦中的事情 告诉他的父母 他说做梦啊 怎么可以当真 这个梦不一样啊 太逼真了 不一样 所以还是要做准备 在半年当中 把这个家私都安排好了 那么到了 预约的这一天 日子到了 他通知他的亲戚朋友 对大家慈悉 他要走了 他要死了 有没有生病 好好的 年纪轻轻的 朱老先生 那个时候他很年轻的 听到有这么一回事情 他就看热闹 好在很近嘛 也都是同乡嘛 也就参加 青年去看 看到的时候 他拜了些 宴席 亲戚朋友很多 吃完饭之后 他告诉大家 时间差不多到了 那么他自己卧房 就躺在床上 没多久 他就告诉他的父亲 他说 借我的人 在门外 我已经看到了 他父亲很不高兴 他发脾气 我只有这么一个儿子 决定不能让他去 最后他这个儿子说了 劝他爸爸 人生都要有死 死了以后 追随民族英雄又飞 这是个好事情 我们怎么斗 也斗不了 没办法跟鬼神斗 还是让我去 他父亲 现在就 好吧 这一生好吧 他就断气了 他真的就走了 这朱老告诉我 他轻眼看到 再过了半年 就是辛亥革命 武昌奇异 给这个时间 恰好是半年 满清 宣布退位了 所以朱老就是一项的时候 人间还没有动啊 鬼已经先动了 你看 又飞率领着军队的时候 已经跟这个满清政府 他们那些祖宗轨道打仗了 那大概一把他已经把他们赶走了 就清朝宣布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